大家好,靖教论坛,大家好 一如既旺,我们做主学 我们上周讲第三届,讲生命记十四章 我们就处理了吃什么食物的问题 因为在那里讲了生命记说 应该要吃牛吃羊 不要吃猪,不要吃虾,不要吃蟹 可以吃鱼,吃蛇斑,可以的 讲了应用的问题 当然是很低的 因为之前读了整段经文 读完那两分多钟的经文 你们已经走了 但不要紧了,我们这次会继续读生命记十四章 问,怎样不算是网清饶滑的名 因为第十四章是第三届的秘注 我们首先读完经文 这次不是读很长的 读十四章22节到29节 这是处理十一奉献的问题 好,我们先读经文吧 你要把你散种所产的 就是田地每年所出的 十份取一份 又要把你的五谷伸走柔 的十分之一 并牛群群中投山的 踢在耶稣华你神面前 就是所选择要立在他名的居所 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尚敬畏耶稣华你的神 当耶稣华你神赐福予你的时候 耶稣华你神所选择要立在他名的地方 若离你太远路也太长 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 你就可以换成银子 将银子包起来 拿在手中往耶稣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 你用这银子随心脚可肉 或买牛羊 或买清酒龙酒 凡你所心所想的都可以买 你和你的家属在耶稣华你神的面前 踢壳快乐 住在你城里的利美人 你不可丢弃他 因为他在你门中间无份 无业 会逢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将本年土产十分之一都取来 即存在你的城中 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美人 和你城里寄居的 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踢得饱足 这样耶稣华你的神必在 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祝福于你 即是读完这里 都不是很多节 都是大约 这里八节的经文 你读完 其实你可以把这段经文分成两段 就是说22节到26节 那里的5节经文 是讲第一个十一奉献 接着在27节到29节 就是第二个十一奉献 有两个十一奉献 这里这么短的经文 那就是第一个十一奉献 就是每年都要做的 那这个会念都要做 你就要把那些钱 移过去上帝 立他名的地方 那就是耶路撒冷 那这段经文 基本上 作者写的时候 去到犹大国 即是南国 亡国之前 不是很久 那他写的就是说 那你圣殿都建立了N多年 那上帝挑选了耶路撒冷 建了圣殿 那所以 你要将你十分一的财产 搬去 这个的中央里面 OK 那但是会 接着之后呢 27至29节就讲了 但是你 你也都要会三年 将你的十分一的钱 就要交去 那就是 他其实这个经文就是说 会三年的末一年 将你本年的土产 那就是 一年的十分之一 会三年 拿一年的十分之一 额外 放在你住那里 那如果你用一个这样的概念来说 这两个十一奉献呢 一个就是 一个是 扶回中央的 另一个是扶回地区的 啊 就是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就是 这个是一个分税制务 就是等于有一些的税呢 可能如果是用大陆概念 有些呢 就是中央政府收的 有些是地方政府收的 有些是地方政府收的 啊 那现在是分两个税制 你给的税 不止是十个百分之一 平均每年是十三点几个百分之一 OK 那就是说 你 给出去的钱 不止是十分一的 你应该要交出去的钱 是十三个百分之一 啊 因为他说 会三年的末一年 将本年的土产的十分一 拿出来 去给你住的地方 分享给一些利美人 分享给一些孤儿寡妇 这样 哇 那你 你平时教会收你十分一 你给少了 啊 你死了 你不交受奉献 你不是击徒 我现在是没有回稳定教会 因为有疫情的原因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对天主教会是不满的 哦 我没有交受奉献 所以我不是基督徒 你假基督徒 因为说了 不可妄清姚华的名 不可妄清姚华的名 就是指 你作为一个 上帝的子民 做回像上帝的子民的事情 那上次我的逻辑 我告诉你 喂 喂 不吃什么 不吃什么 是做一个区别 是证实你这个立药的身份 哦 我不吃猪的 我不吃虾的 我不吃蟹的 那我是用这些东西去表达 哎 我和那些不信 不信上帝的人是有分别 OK 犹太教用这个方法去表达 那 那么 当然了 我们上次的应用就是 喂 其实 在现代社会 或者是新有的教导我们 不需要 去不吃虾 不吃蟹 不吃蟹 不吃豬 去表达我们这个 信仰身份 反而我问 喂 我们平时吃饭 在别人面前 有没有 借饭呢 我们做些事情 像不像一个基督徒呢 有什么问题 那当然 今次的逻辑也是 你不交十一奉献 你是交十一奉献 或者是两个十一奉献 即是十三多%的 这个金钱上的付出 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的一个宗教义务 你用这个行为 去表达你这个基督徒身份 是吧 但是问题是 如果在生命记自己的结构里面 他说要你十一奉献给一些钱给一些利美人 利美人是做什么的呢 我读生命的十七章八九节 你成终若起了真重的事 或流血或真劲或嘔打 你所难断的案件 你当起来 往耶路华理晨所选择的地方 即是去回耶路撒冷了 如果你住在乡郊 你不是住在乡郊 那些偏僻的地方 现在你遇到一些司法上的问题 或者争拗的问题 你拜托去回首都耶路撒冷 去见祭司利美人 并当时的审判官 求问他们 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 即是说利美人 不是只有宗教的身份 他是有司法身份 即是如果 我们要读这段经文 你读17章 甚至说立王的问题 即是说 你现在要交13%税 你不是因为只是宗教上要交 而是在经文的背景里 这一个 是一个正教合一的世界 圣经讲的世界 公元前的二百六十多年 写圣经时代 是一个正教合一的世界 你交这13%税 即是两个十一奉献 一个是每年交的十一奉献 一个是每三年交的十一奉献 这13%的钱出去 你是在养 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 除了有宗教职能 即是祭司的利美人 除了有宗教职能 而且有司法职能 这个是不是很清楚 很清楚的嘛 是吧 那他不是政教分离的嘛 是不是 你 现在 在古代社会里面 军王背后 有军权神授的概念 他为什么会成为 那个管治者 他背后 因为有宗教身份 上帝挑选他 成为管治这个地方的军王 所以你要交13%税 有3% 是用来给地方政府的 地方政府里面有些利美人 你给他 希望组织地方的政府 接着每年给10%税 他交给中央政府 这个是圣经写 十一奉献的原理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你十一奉献这个概念 不是在现在来说 你是在派在政府的 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你应该准时交税 因为政府现在在这个管治的结构里面 它使得社会有平安 一些贼被警察抓 是不是 那就是使得你可以安心去生产 或者是你正常的生活 你交税是应该的 那 现在你奉献给教会 应不应该给十一奉献呢 如果按圣经就不止十一 是十三 但是你这十三百分钟是 那时候的 神迹系统 其实跟政府功能是重叠的 它除了有宗教功能 有司法功能 有政府的行政机能 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现在说 你全民要把十分一的财产 推过去耶路撒冷 就是给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就变成一个财富集中的地方 它变成了一个金融中心 是不是 那就是说 你这些金融系统 政治系统 司法系统 军事系统 宗教系统 几者合而为一 你给这个十三百分钟的税 就是处理这些东西了 那如果你是去反省的时候 你今天 我们向教会奉献的钱 是不是一定要十分一呢 教会现在没有宗教机能 有宗教机能 但是它没有行政机能 没有司法功能 是不是 现在是政教分离 教会只管自己的东西 它不会整一套 教会的司法系统 去管理外面的司法 那我们做基础图 我们已经要交税了 政府收我们 不知道做什么 各安各业收到几个percent 至十几个percent的税 有标准税率是十五个percent 那现在我又要 多钱十个percent出来给教会 那我怎么生活 可能你真的给 你给到二十几个percent的税 你都能生活到的 没问题的 那我觉得是 但是如果你给不到呢 我慢慢紧呢 我交完税之后 我现在都是 我很紧绝的 那我在一个很紧绝的里面 我这么粗收这个十个percent的税 给 我正在回那家教会 但是我回的教会 和圣经所说的那个 十一奉献根本的性质不同 因为 旧约港的时候 奉献起码这儿有两个 那两个加上十三个percent 他给的是 当时猶大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地方的行政结构 但是现在我回那家教会 可能他处理了很多情感的东西 但是我是不是需要给十个percent 我的收入给他呢 我觉得如果 你奉献了十个percent给他 而教会真的做正经事 譬如说他周制穷人 如果你说 二十七万天主教徒 把你所有人的收入的十分一 给了给天主教会 那天主教会真的做很多慈善的事情 我觉得没问题的 我觉得真的没问题 我平时在一个中产 我自己有十几percent的收入 十几percent的收入 交给香港政府了 是不是 我再给十个percent给天主教会 没问题 你真的做好事的 我真的没问题 但问题是现在我回的天主教会 或者我自己信的天主教 在香港的天主教会 就是 资助着陈玉军在香港搞黑暴 那我为什么要给十一奉献给天主教会 我真的资助了他 原来他里面搞淫乱的 是不是 神父戀童的 我奉献给他做什么 神父玩完了 那些小女孩 然后还拿我十一奉献 享用 那你又说 喂 你服从上帝 有条件的吗 我觉得 没有条件的 但是 现在香港天主教会 是不是神的教会 它是不是正常 就是 我只是告诉你 古代圣经讲的时候 有奉献 有古代的处境 你不可以在字面里面 照封在你现代的处境里面 是有点不同 如果你是很充裕的 真的你交完政府 香港政府的十几%税 你再交十分一 你不要跟我拗税前或税后 是没有意思的 你再交我十分一 就是 给一个 给你现在正在回那间教会 你回那些教会 你给了 譬如说 我以前回不孙 你给不孙 然后 原来肖秀华 每个月十多皮 人工一个月 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算了 就是我觉得 古代的处境 和今天香港不同 你捐我那些钱 你交我十一奉献 教会做慈慧 但是教会做慈慧 究竟是不是替美帝 抗张用的呢 就是用来搞政治的呢 教会其实现在很有政治功能 在香港就负责 我们支持反对逃犯条例 跟着神父在港道里面 我记得不孙有个港道员 叫潘建堂 在港道里面 说完那些王爷 是不是 那都没事的 他喜欢把政治大学教会吹吗 是不是 他们要告诉我们 我们做基督徒呢 全部要反共的 那是不是 那些这样的教会 是不是我们要继续奉献呢 就是有时候那些东西呢 真的说不了这么死 是不是字面上说的十分一 是不是真的要给现在你回的教会 真的要给足十分一 还是 喂 我不如 我将我的十一 我不是奉献给教会 我奉勉在公益金 会不会 这个都已经是一个 我是 我是可以说 保持我的基督徒身份呢 我现在奉献给教会 但是教会拿去搞黑暴 教会人 叫人移民 又或者说 我们要亲美 服务美帝国 接着支持陈日军 搞六一二基金 我不如拿我的十一奉献 交给公益金 叫他真的关心穷人 那就是这个呢 怎么奉献十一奉献呢 是奉献多少呢 你自己慢慢奉献吧